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和县政府合作在凤林及光复培训成立红火蚁防治小队 而光丰地区农会除了提供农民防治药剂 也请专人免费到农田来进行药剂施杀扑灭防治 如果农民在田间发现有特殊蚁丘希望可以赶快通报 农会会立刻派员前往协助处理 今年3月份有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以及县政府开办 红火蚁防治人员培训研习训练结束 也同步设立在地核火蚁防治小队负责监控防治 而现在光丰地区农会也积极展开防治作为提供农民安全的服务 如果你在田间发现有特殊的蚁丘 就是凸起来的蚁丘的时候 请你马上到我们农会推广股来做通报 至于药剂的部分我们就有免费的药剂 教你如何施杀来做防治 2021年华林中区凤林以及光复两地出现红火蚁踪击后 当时县政府在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协助下全面产出防治 然而红火蚁生态协性强盖骨受害面积就达2500多公顷 由于光复乡也为红火蚁热区 因此农会不仅是全力协助专业人员的培训 更结合防治小队来提供更安全专业的防治工作 目前那个红火蚁的防治中心 我们光复乡它有匡列的大概1400多公顷 为红火蚁容易发生的区域 另外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员经过培训以后 可以到免费田里免费的把你做施杀扑杀的动作 无论是生态习性还是繁殖扩散力强大的红火蚁 在光复乡钙骨受害面积就超过1400多公顷 为了避免红火蚁扩散危害 农会也积极进行相关的防治 免费提供药剂给农民使用的同时 也结合防治小队协助农民扑杀 维护本土农业生态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